你知道肉肉腿对于找这样子高度的鞋子有多困难吗? 很百搭 你要搭就是比较淑女或者是帅气的感觉都可以 最美、最好看、最修饰的高度 丹妮表姐怜名的靴款 哦!一定要这一双 非常推荐给肉肉腿的女生们去购入这一双 穿一些比较浅色系的衣服 就很适合搭这个军靴 整体就会给人家很气质 然后可是又带点微辣感的那种效果 hi 我是阿丽丝 今天呢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靴子分享 很多人呢在我之前穿搭的影片 就是底下留言或者是IG私讯我说 希望我可以分享一些好看好穿的鞋子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计划就是要分享靴款这样的主题 真的非常感谢厂商的体谅 也很感谢大家的等待 那你们等待呢是不会失望的 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五双靴款 分别是不同的筒高 然后呢跟大家分享说 诶!怎么样的穿搭 以及这样子的靴款呢 适不适合我们这样子肉肉腿的女生来穿 因为毕竟你知道吗 我的腿整体来说也不是到非常细的 那如果对今天靴款的分享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吧 影片就是开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时新品美妆开箱 直播旅游穿搭 以及更多生活动态内容分享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哦 今天要分享的五双靴款呢 全部都是来自Ans的鞋子 那我相信大家在很久之前的穿搭啊 或者是以前穿搭影片 都有看我分享过他们家 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的鞋款 那我都会把之前有分享介绍过的影片 放在资讯栏里面 那如果对Ans他们家的鞋子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使用我的折扣嘛 可以提供大家95折的优惠 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几款 穿起来非常显瘦又百搭的靴款 那我们第一双呢就先从就是桶最低 然后一路到最高这样 第一双呢就是我旁边的这一双 白色的短靴 完美版型全真品扁跟源头短靴 那这个的话我记得它有两个颜色 就是百搭的黑跟白 我跟你讲这一双如果你是平常很喜欢穿靴子 然后希望一双可以任何穿搭 不管是甜美帅气都可以搭的话 这一双靴款一定要入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整个鞋型 它的鞋头是做这样子比较瘦圆形的 所以呢穿起来是有修长的效果 再来呢你可以看到它的特色就是扁跟 然后这边是做5公分 所以走起路来呢是非常稳的 那底部呢内里我真的只能这样讲 Ans他们家的鞋子就是你一穿之后就会回不去 他们的鞋底软垫真的很像你踩在沙发上那样很减压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到他们的实体店面实际去踩踩看 再来就是这一双的筒高有做这样子12公分 筒高的话会是从跟这边开始算 因为你的脚会踩在这边嘛 所以这边的话是12公分 刚好试过我的脚踝上面一点点 这个高度呢真的就是一个很完美漂亮 不会过高但又不会太低没有靴子的感觉 那这一双就是我说的很百搭 你要搭就是比较淑女啊或者是帅气的感觉都可以 那这双材质也做得非常好 它是做全真皮的 所以大家仔细看一下我穿久了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折痕 但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那这双的尺寸呢我挑选的是39号 那我的脚板呢是比较宽扁的 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啊 让我的就是脚前端这里比较不舒服 我一样穿起来是很舒适的 如果想要找一双就是百搭 然后任何风格都可以的话 这双短靴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那其实呢我啊之前也有分享过就是 稍微捅在高一点点的靴子 大家可以去看看之前的影片 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分享说我一直很想要入手的就是 这一个 顶级牛皮弹力松紧切耳吸清亮厚底短靴 我跟你们说这样子的型的靴子我想要非常久 它其实不只是去年流行 其实在前年的时候这样子厚底 比较粗犷感帅气风格的靴子呢就很流行了 你看起来觉得好像很硬 但你穿走了之后 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怎么这么好穿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双鞋款的介绍 它是用百分之百的顶级牛皮啊真皮打造的鞋身 然后搭配这里有这个弹性布的拼接 它的厚底这边呢是有做5公分 内里呢有1.1公分的厚垫 统高的话是16公分 然后你踩在里面你也可以感受到它内部是非常非常软的 我穿它出去第一次我还怕说我会不会脚痛 结果no完全没有任何的磨合期 就是当天穿了我去逛街 真的我就直接穿它去逛街 有没有很勇敢 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摇脚 穿起来就是这么的舒服 它这双的尺寸我一样也是在39号 基本上我的靴子都是选39号 因为我觉得靴子不会掉 而且你如果穿一些比较高筒或厚袜子的话也会很舒服 它这双的筒高呢它是16公分 我觉得落在一个就是很完美的高度 我自己承认说这样子的公分数啊 15 16公分左右啊 是我觉得我穿起来最美最好看最修饰的高度 就是我很多靴子的筒高啊基本上都是落在这里 因为我的最粗的地方就是我小腿肚嘛 它比较胖 所以它刚好就是接在那边 然后不会显得我的腿很粗 整体你看起来还是瘦瘦长长的有没有 所以这一双的筒高我觉得非常优秀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肉肉腿的女生 真的可以考虑这样子的筒高呢去做一个搭配 这一双单价比较高 但是我跟你们说这双真的是值得它的这个价钱 因为它的质料真的很好 你穿上去之后呢真的你会脱不下来 因为除了它内里软垫很舒服之外 它整体的增高也非常的一致 基本上你踩在里面就像是穿增高的平底鞋 所以走起来超减压没有什么那种穿跟鞋的压力感 那如果你想要找一双帅气风格的靴款的话呢 可以选择这一双 接下来下一双让我们统高再稍微增加一点点就是这一双 丹尼表姐联名的靴款 我当初看到这个袜套靴的时候我就觉得 哦 一定要这一双 那丹尼表姐联名呢其实是有送这样子的赠品 可是我不确定这赠品送完了没 因为通常是在第一波抢的时候好像就已经抢光了 那个时候我也有看直播好像这个购物袋好像很快就送完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说这有没有的话可以上官网去看一下 丹尼表姐的联名 易材质拼贴 贴腿 非支粗跟短靴 那这个呢大家仔细看一下哦 它是用这里牛皮搭配这个弹性的支面料 搭配起来的一个拼接风格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整双都是布料质感的感觉 它还是有做一个皮革款 所以这样看起来不会说很无聊 那这双虽然它说版型偏小 但我选39号一样非常非常的OK 那因为它是弹性的布料 所以呢我的脚做算比较宽扁 这里呢也不会不舒服 它是可以就是有点撑开 但不会到变形哦 它的跟高是做6.5公分 筒高呢这边是19公分 这个跟高我觉得也算是好走的 因为我之前穿出去走一整天 我也是觉得OK 再来这个筒高有19公分 这19公分呢我觉得也不会到太高 它还是刚好接在我小腿度最粗的下方 我觉得丹妮宝姐一定有特别去算过这个高度 因为这个高度你自己看我的腿 诶我也是腿柱代表你不觉得吗 但是这一双我穿起来 腿部的那个修饰力整体的修长感真的很美 很多袜套靴这里的布料 穿久了之后它就会这样松掉 然后一直往下坠 但这一双不会 它的质料是有厚度的 你自己看 所以它是有挺度在那边 它是可以维持在一样的高度 不会因为你走久之后它就滑下来 再来就是丹妮宝姐也很在意的就是底部的软垫 它底部软垫就是依照他们家每一双鞋子的惯例 就是非常的舒服 我跟你讲你们买了真的不会后悔 大家要烦恼的话应该只有颜色的部分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咖啡色做的很美 那这一双呢就是丹妮宝姐的联名款 那身为就是腿珠代表的我们呢就认证过 穿这一双呢真的是既好走又修饰 如果想找一双好看的袜套靴的话可以参考这一双喔 再来让我们一下把高度拉到膝盖以下 首先呢是这一双 是波皮的联名鞋款 是任何腿型都好看绑带极西军靴 这一次ANCE他们跟非常非常多KOL联名推出很多鞋款 都很好看很十搭的鞋子 那刚好呢这一次波皮的这一双非常吸引我 主要是因为我没有这样子高度的靴子 你知道肉肉腿对于找这样子高度的鞋子有多困难吗 这一双呢它的这个里面是有做内侧拉链的 所以你穿拖很方便很好穿 它的鞋底跟高是做5公分 然后呢这里的筒高是做31.5公分 筒围是做37公分 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重点它的筒围 而且你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鞋带我还是拉到很紧的程度 你就知道它对肉肉腿有多友善 我的小腿肚那边呢最初的地方是36公分 很多鞋子不管是在网路上还是去试穿 你就会有一个窘境就是我拉链拉不上来 欸很尴尬你知道吗 所以呢这一双我真的是认证就是肉肉腿非常之友善的鞋款 那这一双的高度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呢 我拿这一双比较一下 你们仔细看一下喔 这个筒高呢它是落在这边 是我觉得最完美的高度 可是如果你的筒高在这里的话 以我们肉肉腿来说 这个位置呢是非常不友善 有一种截断的那种感觉 除非你本身腿是很细 如果细的人的话这个高度会很漂亮 可是呢我们要不就是这里 要不就是直接到这里 再来这双的鞋型呢它是做这样子 方圆头的 超帅气超可爱 那个时候我还觉得啊 方圆头会不会太阳刚 或者是太强硬的那种感觉 欸不会穿起来 超帅的耶这双好好看 我觉得这个冬天没有到非常非常冷 所以大家呢很适合可以搭一个 比较长版的毛衣啊 或者是小胆裤搭配这样的军靴 真的是既帅气又辣又好看 我的尺寸是选39号 虽然它版型偏大 但我穿39号来说呢 脚也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这一双剥皮的联名款呢 我真的非常推荐给肉肉腿的女生们 去购入这一双 你想要找一双这种极西的好看军靴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剥皮这一次的联名款喔 就是剥皮它这一次的联名款呢 它是有送这一个平光眼镜的 但我不确定说现在还有没有 因为通常是第一波 真的是要第一波购买的人应该才抢得到 但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剥皮这一次的联名 是有送一个这个小礼物的 下一双呢 有没有看到旁边这一个 又比剥皮的这一双再高个几公分的靴款 就是这一双全绑带侧拉链极西军靴 我选的是白色 一样尺寸是39号 那穿起来也是非常的舒适刚好 这一双呢有侧拉链 所以穿脱来说算是蛮方便的 可是我觉得有个小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拿这一双吧 它的拉链没有到那么的好拉 没有像剥皮的那一双那么那么的顺 那这一双呢它是采用质感的牛纹面料 里面有真皮舒适的透气脚垫 它的根高是做5公分 桶高的话是37公分 然后桶围这边呢是36.5公分 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双的桶围呢 会比那一双剥皮的又再小一点 所以这一双我觉得比较推荐给 差不多跟我身型的人就是已经是极限了 因为我穿起来的话它是非常非常刚好的 那我自己鞋带这边呢是有再放松一点点 全部都有稍微再调整一下 所以穿起来整个是舒适刚好的 它的鞋头呢是做这样比较圆形的 所以穿起来呢不会那么帅气 反而多了一个气质仪的感觉 虽然它这里是36.5公分 但这里的弧形是有针对就是你知道吗 小腿肚的一个弧形去做设计 所以穿起来一样非常的舒服 那它的整体的高度呢刚好是到我的膝盖以下 我觉得这个高度呢对我们肉肉身型的女生来说 也是算是一个蛮修饰的高度 那我也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冬天 入手一个这样子的极西的军靴 然后是白色的 因为如果你穿一些比较浅色系的衣服 像我身上这一件啊 就很适合搭这个军靴 整体就会给人家很气质 然后可是又带点微辣感的那种效果 但这一双就比较推荐给就是一般身型的女生到我 像我这样子肉肉身型的女生就差不多是极限了 那如果你是在更风雨一点的话呢 就会建议你选择剥皮联名款的鞋子 今天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 ANCE他们家的靴款 就是让肉肉腿女生呢一路从低的到高的膝上去呢 都有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如果大家对于ANCE他们家的鞋款有兴趣的话 欢迎点开资讯啦 我都会把所有的详细尺寸颜色连结呢放在里面 那如果喜欢的话想要购买 欢迎使用我的折扣码 也可以提供大家95折的优惠喔 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显瘦百搭的鞋子啦 那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时新品美妆开箱直播旅游穿搭 以及更多生活动态内容分享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喔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这影片按个赞 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还有全部通知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喔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掰掰